从二档到五档 陆飞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二档的话就是加速血液流动 那个红色蒸汽 从陆飞身上冒出的画面 发动二档之后 陆飞成倍增长的速度跟力量 还是比较帅的 二档也是最接近陆飞模样的一个状态 三档的话就是陆飞吹气 让局部巨大化 他的力量是成倍增加的 三档陆飞的战绩 其实上限也是挺高的 因为他的剧场版之中 陆飞用三档雷斧 把金狮子给干了 四档的话是陆飞结合了把气 我们可以在形象上看到 陆飞将武装色覆盖在身上 四档形象下陆飞的表情 都是非常凶悍的 而且四档陆飞呢 还具备了一定的飞行能力 四档的形态变化也是最多的 陆飞结合不同的战斗形式 可以变成飞行的弹力人 可以变成防守强悍的坦克人 可以变成速度奇快的大蛇人 所以四档我觉得陆飞是可以继续开发的 然后就是五档 陆飞的浑身变成白色了 包括头发 甚至衣服都跟着变成白色 完全就是白色战士 那五档的限制就更少了 陆飞瞬间可以让自己变得肌肉发达 跟凯多大战的时候 陆飞一度就变成了小军人 他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 他甚至可以改变对手的身体材质 他甚至还可以用身体的一部分造物 就连天上的闪电 他也能直接抓住危机所用 这已经是神力了 所以从二档到五档 陆飞身体的变化 简单来说就是 由人到怪再到神